大家好,我是老圣 今天接到一个老外客户的电话 说暖气炉不工作了 我们现在到现场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警 当然正在报警 1,2,3,4,5,6,7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七个报警是 External Lockout, Retrace 也就是说 这个暖气炉在尝试点火多次以后 一直点不着火 所以系统自锁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开机检测一下 现在设备已经启动 等待点火器点火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点火器工作 我们现在把点火器拿下来 这个时候从缝里可以看到 点火器已经有的地方发白了 那我们和这个新的点火器比较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个点火器已经烧坏了 让我们把新的点火器换上 再尝试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 点火器已经开始发光发亮 准备点火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点着火 火点着了 这样的话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那这个设备的问题呢 就在于这个点火器被烧坏了 那为什么点火器会被烧坏呢 这种点火器的原理啊 就像灯泡的巫师一样 每天呢都要工作若干次 开开关关 所以它经常会被烧坏 现在的灯呢 是闪烁一次 表示这个Furnace运转正常 我们把所有的盖子再恢复起来 恢复到正常 再测试一下 现在看到这个点火器已经工作 大火已经点着了 那我们的这个维修呢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这个视频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的暖气炉呢 遇到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恢复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可不断